从去年大概三四月份开始啊 就开始出现这种渗水的情况 开裂今年比较严重了 你们交房什么时候交的 交房是去年二月份 二月一号 那你就是交房一两个月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对对对 湖州安籍荣幸岳江花园的地下车库 有多处地面出现开裂 裂缝处有水渗出 走在地下车库里感觉又湿又冷 而且地面比较湿滑 一不小心就会摔跤 业主们介绍 等到了梅雨季节 问题会更加严重 我们就上报了 上报了 然后开发商 这里挖一块 那里挖一块的啊 就是修补 修补嘛也不见效果 今年继续开店 那根本原因没找到 根本原因 暂时我们不知道 我们现在就是说 呃 怀疑啊 它防水或者没做 或者没做到位 这个问题 哦 你看这地上都跟资助网一样的 购房合同显示 岳江花园的开发商 是安级荣上房地产有限公司 这是荣幸地产旗下的项目公司 小区目前是开发商的前期物业 为大家服务 我们这边会有专业的 就是公司的媒体接待人 荣幸是吧 对 是地产还是物业 地产的 你前才可以留一下 那个联系方式 好吧 你们荣幸地产的人回复我是吧 是的 荣幸的人会回复你的好吧 之后 开发商发来电子邮件称 我们一直非常关注我们的客户 也了解了客户反应的情况 现在 客户反应的问题回复如下 一 业主反应的地库反水问题 我司已安排 围保人员 现场和业主代表进行了沟通 同时发函责任单位 约定下周日前 也就是3月13号前 进场维修 二 部分业主反应的 禁户门意味问题 尽了解 禁户门各项质检合格 不影响使用功能 关于意味 我司已通知 禁户门厂家 近期前往项目查看 厂家查看后 我司再给予结论 三 关于部分业主反应的 地下室储藏室问题 目前储藏室已停止施工 并封闭施工通道 不存在影响业主的问题 之后 记者把开发商的回复 反馈给了业主们 大户表示 他们本来这次只想先反应 迫在眉睫的地下车库反水问题 没想到开发商主动接短 还回复了别的问题 既然这样 他们也正好展开说说 业主们说 已经入住的一百来户人家 都发现入户门有臭味 至于开发商在地下室 分隔储藏室出租的事情 已经被大伙叫停了 开发商的答复中 并没有解释 地下车库反水的原因 也没有解释 入户门的异味问题 大伙表示 先等等开发商的最终答复再说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对视频不在这儿 对视频不在这儿